上一期视频 我们看到戴思颖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决胜局今天大逆转王世贤 当时小戴还非常青涩 而王世贤则正处巅峰 那一场比赛也让小戴更加成熟了 时间来到2016年台北公开赛 两人再次在女单决赛相遇 这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戴思颖已经要向球后宝座发起攻击 王世贤却早已开始走下坡路 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会打成什么样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大逢 Tip 小胜 大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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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比赛双方交替领先 非常的精彩 最后时刻小代被抓了一个突袭后场 王世贤以20比18率先达到两个局点 不过小代经历了2013年的那场大逆转之后 已经丝毫不虚王世贤 绝境时刻的反击又开始了 明显看得出来 小代已经打得非常耐心 心态也更加稳定 两球都是在多拍的相持下 反而王世贤更加着急 连续打出出界球 双方占成20平 还是出界球 王世贤连续三个局点都没有反过阻 所谓事不过三 现在戴姿颖的机会来了 最终 王世贤还是控制辅助失误 连续的出界球 让戴姿颖以23比21递转的第一局 这对于王世贤来说 心态的打击太大了 接下来的第二局比赛 那几乎就成了一边倒 还是王世贤的出界失误球 他的心态有些崩溃了 一上来就被小代打了一波8比1 戴姿颖的拉掉结合的打法非常奏效 王世贤好几次都是急于求成 可偏偏起到反作用 从一开始就几乎失去了悬念 这一球也是 戴姿颖几乎掌控了场上的节奏 牵着王世贤再打 进入局间休息之前 戴姿颖11比3巨大领先优势 下半局王世贤要做出重大调整了 否则这一局就变成了屠杀 下半局开始 王世贤还是做了一些改变的 首先打得更加耐心 多去调动戴姿颖的跑位 毕竟他有明显的身高优势 然后防守也更加积极了 连追了两分 但是他的体力已经不能支撑一直这么大了 之后 在这边是强烈的 戴茨颖又是一波5比0继续拉开理分 王世贤打得很被动 体力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最后这一拍也看得出来 想基于求成却总是力不从心 反观戴茨颖却打得闲停信步 始终掌控着场上的节奏 这时候王世贤越打越乱 巧对角又直接出减 20比6 戴茨颖直接获得了14个冠军点 已经没有了悬念 最后一球 王世贤也无心恋战 最终戴茨颖以21比6胜出 几乎以一局屠杀式的比赛主观 让全世界第一的王世贤 爱人退场 从此小戴也慢慢拿起交接板 登上了球后的宝座